你好,摇零 我们挖机挖出了一个死人 啊? 挖出了一个死人 死人? 啊,有东西包着的 正月刷到杀人啊 年薪绝对超百万 好了,废话不多讲,直接开门 时间2016年5月15日 地点甘肃兰州 挖机师傅在杀井一29家园的排红沟里作业时 意外挖出一具女性尸体 据工人介绍 尸体是在地下三米深的位置被挖出来的 由于此前这一带有很多的图景 它极有可能是被嫌疑人杀死后扔在图景里的 然而民警们筛了两天泥巴 却没有任何发现 很快,法医给出了尸检报告 死者年龄30岁左右 全身多处骨折均为死后造成 根据他的大红外衣加毛衣 以及很厚的打底裤可以看出 死亡时间不是初春就是出动 由于抛尸点是在去年12月动工的 所以嫌疑人应该是在动工前抛尸更合理 也就是说案发时间为去年出动 由于死者身上的衣服价格低廉 这可以说明死者生前的经济状况非常一般 警方判断受害人生前从事服务行业的可能性较大 大案粉都知道 抛尸案最重要的是确认誓源 于是警方立刻发布协查通告 希望从失踪人员当中寻找线索 与此同时 警方将注意力放在了被害人那对耳环上 根据背面的字母 警方找到了位于深圳的耳环生产厂家 经调查 向被害人佩戴的这一款耳环 在兰州只进货三对 于是警方圣瓜摸腾 找到了位于兰州西湖区的饰品店 点加销售记录显示 共卖出去两对 售出时间是在2015年8月和9月 零售价为90元 属于中低档商品 警方据此猜测 买主的生活半径应该也不会太远 另外 对抛尸现场的勘察也从未停止 这个抛尸地点距离主干到不到100米 周围全是居民区 甚至还有派出所 这里是城郊 再往前走就是更偏僻的地方 为什么嫌疑人会急于将尸体抛在这里 警方通过换位思考做出判断 嫌疑人一是受交通工具的限制 二是嫌疑人的居住地离这里很近 加上被害人与嫌疑人关系不一般 所以早抛比晚抛更好 尸体没在身边才更踏实 按照这个思路 警方开始以发现尸体的杀井易围中心 辐射西库区和安宁区 进行大范围排查 离抛尸点最近的河湾村是摸牌的重点 警方逐户进行地毯式细致排查 绝大部分居民都积极配合警方的工作 唯独在6月13日这天 当排查到一位老太市 他的反应有些奇怪 老太是从河南驻马店来兰州求生活的 主要从事废品回收工作 他全程表现非常紧张 甚至不允许民警碰他的孙子 这不得不让摸牌民警起义 随后民警上系统查询老太一家子的信息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就知道 原来老太的大儿子正在青海采缝任机 老二的身份更是让民警们惊掉了上半 刘某是网上再逃人员 之前13年的时候在青海实施过道歉 这也解释了 为何老太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老太的小儿子刘某虽是因道歉被追逃 但也不能排除与本案无关 与此同时 负责继续勘查案发现场的民警 找到了一个蓝色塑料袋 一个装工业盐的编织袋 以及一根电线 这些物证的发现 让警方有了新的判断 第一 嫌疑人作案时间非常仓促 应该是急性杀人 第二 案发地点应该在平房 而不是楼房 因为这样的就电线 不太可能出现在楼房 通过对编织袋里的小颗粒进行化验 技术人员认为 这个袋子曾经装过米粉一类的食物 警方由此判断 嫌疑人或许从事餐饮类工作 除此之外 蓝色塑料袋也并不寻常 经调查 这是菜农庄蔬菜的袋子 而且是千里之外 洛阳某厂家的专用塑料袋 这批塑料袋装的蔬菜 是两年前从洛阳发往山东的 一共是两万份 至于为何发往山东的蔬菜 跑到了洛阳 现在已无从查几 不过 通过对刘某的调查得知 此前他曾经开过一家米线店 而且刘某的米线店 耳环的销售店都在西湖 并且都离抛尸点很近 这怕不只是巧合吧 警方向刘某的母亲 询问她的联系方式 不用说 刘某的母亲肯定不知道 就算知道也不愿透露 警方指的围绕刘某开的米线店 展开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就知道 原来曾经在米线店打工的张某 她的体貌特征与女师非常吻合 于是警方立刻找到张某的家 张某的丈夫告诉民警 张某已经失踪半年多了 因为两口子关系恶劣 丈夫是肯定不会去找的 更不会报案 警方通过对张某的手机通话记录 进行调查 发现2015年11月6日 张某的最后一次通话 正式打给刘某 经米线店其他员工反映 张某与刘某存在暧昧关系 与此同时 法医通过DNA比对得知 女师正是失踪半年的张某 张某足年29岁 与米线店老板刘某既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又是男女朋友关系 如今只要找到刘某 就能揭开案件真相 于是警方加强了对刘某家的勘查工作 很快 在刘某家里就发现了包裹尸体用的同款塑料袋 而且刘某家也找到了喷溅型血迹 经化验正是被害人张某的血液 由此警方判断 刘某家就是第一案发现查 2016年6月19日 在陕西警方的配合家 刘某在陕西咸阳落网 刘某交代 早在2003年 他们两兄弟就跑到青海省民河县 名义上从事收废品工作 实际上却是干的偷鸡摸狗的勾当 刘某后来看到同伙被抓后 也就脚底抹油了 随后刘某跑到兰州开启了米线店 通过摇啊摇 刘某认识了当时没有工作的张某 张某当即表示想到米线店打工 刘某立刻表示同意 张某到刘某店里打工以后 迅速与刘某走到了一起 二人的是被刘七知晓后 刘七怒而回到了云南老家 与刘某老子不相往来 刘某此后就正大光明的与张某生活在了一起 慢慢的 张某开始暴露出一些本性 特别喜欢进出酒吧等娱乐场所 按刘某的说法 平均每个月至少去个20次以上 由此刘某的腰包很快就溅了底 加上心思也没花在米线店上 很快米线店也黄了 刘某突然觉得不能再跟张某一起了 于是自己悄悄搬到了安宁区 又悄悄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活干 2015年11月 张某从刘某的孩子身上下手 终于找到了刘某的住处 然而张某就狮子大开口 要求刘某给20万分手费 如若不然 必将向公安机关举报刘某曾经偷盗的事 等刘某被捕后 张某还扬言要整他的孩子 刘某对曾经告诉张某 自己是逃犯的事后悔不已 没想到张某居然拿这事来威胁自己 从墙边拾起来一根木棒 朝张某的头上猛击 打晕了以后 刘某怕受害人醒来以后 会情绪更加激动地去拘捕他 他就一不做二不去 将受害人杀害 杀死张某以后 刘某就急冲冲完成抛尸 案件至此也就结束了 至于刘某所言是否属实 没人能够正视 不过刘某的结局 必将是迎来法律的严惩 散会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